小伙开滴滴结识四位已婚妇女 三年之后 从奥迪A6换成兰博基尼 河南的李某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没有大本事 单嘴皮子好的男人 初中毕业后就踏入社会 之后做房地产销售 认识了几个有钱客户 由于比较能说会到 几位有钱客户就经常带他出入一些高级场所 因为这些关系网 再加上自己攒了点钱 就开了家互联网工作室 前期收益还挺不错 自己还贷款买了辆奥迪A6撑场面 但没多久 公司就出现经营困难 每天都是入不敷出 所以就跑起了滴滴 因为自己的车还不错 他总是对顾客说自己天生闲不住才跑滴滴的 给人一种体验生活的感觉 在跑滴滴过程中 还结识了好几位女性乘客 因为能说会到 他还讲述了自己创业成功的奋斗事 很快就俘获了几位女乘客的心 情人节送鲜花 生日晴客吃饭 很快就和其中四位女性有了关系 在交往一段时间 就一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向他们借钱 甚至有的将自己上百万的存款 借给他让他开封公司 仅是三年时间 他就骗了付下两千万 连自己的车都从奥迪A6变成了兰博基尼 而在2019年初 因为手机短信被其中一个女性顾客发现 这才开始跑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